好 下面的題目就開始問你 什麼氧化劑還原劑 誰是氧化劑 誰是還原劑 然後氧化劑發生什麼反應 還原劑發生什麼反應 給一個方程是 每家氧化銅產生同家氧化美 誰是還原劑 老師說還原劑是 讓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美得到氧變氧化美 美氧化 讓氧化銅變成銅還原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美是所謂的 別人 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是所謂的還原劑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選美 我們講過了 氧化劑跟還原劑 都是所謂的反應物 所以要挑反應物這邊的 OK 好 那下一個 換各位 請問你這裡誰是氧化劑 你就懂得什麼叫氧化劑 那有兩個答案 鐵...根據我剛才跟你講的話 有兩個答案鐵定不可能 來 我們找帥哥或美女啊 好 帥哥 帥哥叫做24號 24 在哪裡 誰 A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A 我說有兩個不可能 就是鐵跟二氧化碳 那個是生成物 所以不會是氧化劑或還原劑 我們說國中程度 很多可以判斷是有氧的叫氧化劑 三氧化的鐵 有氧叫氧化劑 三氧化的鐵把氧送給碳 讓它變成二氧化碳 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自己還原成鐵 這種叫做氧化劑 所以我們答案選A F2O3 三氧化二鐵 OK 下一個 問你誰是氧化劑 誰是還原劑 它發生什麼反應 還有順便判斷一下活性的問題 OK 很簡單 就是把前面雪櫃再中和起來 問一個問題而已 停車戰界問 這裡答案應該是多少咧 我們要找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叫做 8號 你說什麼 A 你答案也選A A 還原劑 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美變氧化美叫自己氧化 讓氧化簽變成簽別人還原 所以美式還原劑自己氧化了 那所以氧化簽叫做氧化劑 這個B的前面對的 那麼 我是氧化劑是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自己從氧化簽還原成簽 所以後半是錯的 那麼 這裡讓美式變成氧化美 所以美式被氧化 氧化簽變成簽 所以呢 氧化簽是還原 所以C是錯的 我們的美可以搶走氧化簽的氧 所以表示美的活性是大於千 所以豬是錯的 這就是中和起來 讓各位問題 OK 這一段就是問你 誰是氧化劑 誰是還原劑 誰發生氧化 誰發生還原 然後呢 了解判斷就可以了